讲真的,假如这个组合当时没有退出斗金,摩登兄弟未必会这么火,提起最近最火的网红组合,大家一定不会忘记摩登兄弟,讲真的,他们歌唱得很好听,主唱您歌也特别帅,但小编这里就要说了, 在去年冬天其实,有一个组合也非常出名,而且不管风离雪里都,有人驻足听他们唱歌,他们才是一个组合带火一条街的前沿代表人物,他就是联音社,跟摩登兄弟一样,也是在一条街助唱,其实对标摩登兄弟,小编个人认为,联音社主唱的歌喉更加大气磅礴,更加富有生活气息,主唱人们亲切地称呼为联歌, 其实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,参与了快男,很可惜未能进入名次,惨遭淘汰,于是在2015年,在锦南框后里搭台演出,对于2017年底才火起来的联音社,其实出道已经很早了,曾经听过联音社歌曲的已经还记得, 他们是两个人组合,一个主唱,一个负责配乐和rap部分,主唱对于各大流行歌曲信手拈来,令人不得不赞叹他的唱功,而且他们不光唱歌唱歌好,台风也特别棒,每当见戏时,都会跟观众互动,并且免费发放小礼品,让现场笑声不断,令人仿佛以为来到了小型演唱剧场, 不但如此,还以山东特有的热鱼助人,免费帮歌迷们签红鞋,当红娘,其实联音社作为快男中拿到前沿名字的组合,无论是出演商演,还是上营幕,价值都不菲的,可他们愿意屹立在群众中,不图回报,努力给观众带来欢笑,不得不说,在娱乐圈的这个大染缸内,每个人都削尖脑袋想出名,而联音社却在6月份左右在微博里发本,将退出抖金,不但发布视频了, 但依然会在济南宽后里继续出谈演出,此文一出,引起了粉丝的一片不理解,作为联音社这个团队,已经开始走上正规了, 借助抖音平台,可以让更多观众认识到他们,借此扩大影响力,比如在济南宽后里,默默等待他们出谈的观众,就有很多从天南地北赶来,希望能亲身听到他们的歌声, 联音社也做出了解时,他们喜欢唱歌,不希望在唱歌外掺杂任何其他的利益关系,也在微博说明,除了不带抖音发布视频了,一切跟以往一样。